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那个男人》 《黄人勋呱吉》的台湾旋风 要世界聚焦 独一五二的超级科技道 李宗盛 《台湾》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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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人勋》到台大演說的影片 在NVIDIA官網觀看數五天內突破兩百多萬 回答影片中 大大的台灣放在正中間 被AI供應鏈廠商包圍 為了這些重量級廠商 今年的Computex 九大AI巨頭都來了 出身台南的半導體女娃 超微執行 超微執行 院長蘇之鋒 在台上秀出全新的Zen5晶片 這回各家AI巨頭們的演說 共同點就是加碼台灣 而過去多次評論台灣和台積電有地緣政治風險弱點的 英特爾執行長 紀辛格 也態度放軟 還特地想了個台灣梗 目前揮達在台北內湖 有亞洲首座AI創新研發中心 也和烘海合作 在高雄軟體園區 建置超級電腦台北1 黃仁勳也加碼表態 會設立第二座AI研發中心 美超微目前在桃園巴德有生產基地 梁靖厚也說將成立新園區 超微則計畫砸五十億 在南台灣設置研發中心 黃仁勳喊出台灣是一個重要國家 演講中秀出的全球AI佈局 儼然向世界昭告 這波AI浪潮中沒有中國的角色扮演 兩大可能被小粉紅視為入華的表態 卻被對岸冷處理 中國偏激派網友在網路跳腳怒喊 制裁回答 卻有自家人逆風勸說 忍忍就過去了 有人自我嘲諷還真制裁不了 現在都要跪求買灰達的顯卡 緊抓輿論的中國官方 繼續保持沉默 財經專家直指 AI已經成為台灣的防護罩 那尤其是黃仁勳提到的是 AI是一個新的工業革命 那當然對美國來說是不能夠放棄 那他當然就會保護 因為這樣的狀況之下 保護AI產業 他就勢必要保護台灣 所以我覺得整個AI半導體 這些高科技 已經變成是台灣的護國神山群 所以你也可以從中間看得出來 為什麼拜登總統會五次的說 他要防衛台灣 甚至連這個過去可能 都主張戰略魔補的川普 他也說如果中國敢打 我就轟炸北京 可見台灣已經變成是 美國的一個重要的核心利益 特別在AI這一塊 美國對中國使出科技制裁的鎖喉工 已經展現效果 中國只能自行研發替代產品 但在人工智慧領域上 普遍認為落後好幾年 Computex的巨頭雲集 不只是生意經 對台灣來說 更是展現被世界需求的重要性 Computex.com